哈喽 麦克廷姐好介绍的 下午好 哇 超大的公园哦 今天带你们来到Nusa Central Nusa Central这边很多美房 我们今天来参观的 这个小区是廷姐最喜欢的 Winter Pavilion小区哦 这个小区的半独立 堪称是我看过哦 格局最漂亮 房间最大的这个主人房在这边哦 这个小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卖点 这一边哈走路你都可以走到去商店街 很多朋友都打电话来跟廷姐讲 要找走路就可以到商店街的房子 这一间绝对是你的首选 走我们进去看看吧 跟我进来参观看这一间坐北朝南的三层楼半独立 这一间半独立呢 它的尺寸土地面积40x80中规中矩的土地面积 但是建筑面积相当大哦 你看一下它的车房啊车房的话呢 停两到三辆车进来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有更多的车子停放的话呢 我们这一间就是刚刚面对着这个大公园哦 非常的风大凉爽 车子也非常好停放 来看看旁边的空地 我们的半独立通常旁边会有一个10车的空地 你要铺完瓷砖也可以 要拿来种花种菜都没有问题 再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诶 你先看一下外观吧 外观的话你可以看到哦 它这一边哦 坐的这个玻璃窗非常的大幅 所以采光在这一间屋子来讲哦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最重点是我们这一间是6个房间的半独立 我走进来了 嗨 跟我一起进来参观吧 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大幅的 这个大门入门空间 一进来这边呢 你看 这个玄关处哦 真的也是非常的大气的 坐一个超大的神台的话 霸气 转过来带你们看一下它的客厅空间 你看到吗 这一个sealing high 哇 跟bongalot没有什么分别了的 旁边的这些窗户都是属于大幅的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超大的沙发 在这边绝对没有问题哦 你的饭桌空间呢 这一边 啊 放饭桌在这边 后面这边你看到墙上哦 它有做了一些水管的位置 你可以在这边简单做一个小台 可以做一个吧台都可以 往后走的话呢 你看 走过来这边它的地砖颜色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做一个推拉门 啊 把这个厨房分割起来都可以的 这一边你可以拿来用作是你超大的厨房 因为你注意看到吗 我们右手左手这整个空间都是你湿厨房的空间 你可以直接做两个L型的厨房 在这个半独立的后面呢 通常会有十扯空地 所以我们这个是原装全新二手 所以后面的空地都还保留着 要做扩建的朋友很好利用哦 来 楼下这个共用的卫生间也要照一照给你们看 它的卫生间的壁砖都是这种深色为主 通通都上到底去了 最重要是什么 楼下要有长辈房 来 长辈房在这边进来参观 长辈房呢 这边你可以拿来放卧室 这一个地方呢 可以放个小梳妆台 楼下除了刚刚有共用厕所 长辈房里面呢 他们也是自己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哦 我们这一间是三层楼半独立 很多人会问 婷姐三层楼哦 我可以坐电梯吗 没有问题 婷姐看过 有屋主在这一个位置 OK 这一个位置可以拿来安装坐电梯的 走 我们去二楼参观 来 我们往二楼参观 他的扶手全部都是白杠的哦 这一个二楼的话呢 是三房三侧 我们每一间哦 我们有六个房间 全部都是独立卫生间 这一个就是他楼上 小厅的部分 这个小厅真的是超大的 完全可以哦 做钢琴房也可以 做书房也可以 我们这一层三间房间 我们一间一间来参观哈 不过我们可能也用快速的方式来看看 你看哦 进到来房间 你看地板就是这种木纹的地板 外面的空间呢 是磁砖的 所以你脚踩下来 不会有冰冰凉凉的感觉 他的房间哦 通通都是有窗户 有采光的房间 空间感也都很大 然后厕所 每一间房的厕所尺寸大同小异 照照给你们看一下哈 再来我们照一照楼上的第二间房也是 跟刚刚那一间房都是属于这种L型的空间 OK 再来呢 他的这个独立卫生间在旁边这一边 你可以看这一间房就是这样子双面采光的感觉 然后这一个房款我觉得啦 可以叫他有一个双主人房吧 这间你可以做小主人房 因为这一间房间也是蛮大间的哈 这间房间就属于比较长型 你看 哇 我走到来这边 我就变到很小 因为这个空间真的很大 这一间的房间呢 其实也非常好的感觉 因为除了空间大之外呢 他的view是直接可以看过去对面的草场 所以风也非常凉爽 因为是无遮挡的这一个景色 再来你这一边也可以坐一个衣帽间起来 然后他的卫生间呢就跟刚刚的卫生间是一样的 中型尺寸 最后最后我们往三楼去看看 我们这一个房子虽然是三层楼 但是楼梯一点都不会暗哦 因为采光他做得非常好这个房款 我们来到这一间房子的第五间房 你看这个第五间房间呢 他的格局跟刚刚我们看楼下的房间 基本上格局都是一样的 他的房间其实都还蛮方方正正的 你在镜头前面看到这些家具的话呢 屋主他之前本来要自己住的 所以有做了一半 所以如果是讲接下来的新屋主呢 可以把它完成他 做成你自己的家具 或者你要拆走有可以 这个就是这间厕所的独立卫生间 跟刚刚的都是一样的哈 这些台面都做得很漂亮 我们的重头戏来了 去看主人房 进来主人房 主人房真的无敌大了哈 主人房的门一进来 我先带你们看右边 右边这边这两个是石墙来的 之前开发商就做好了 衣帽间给你 衣帽间的空间 方方正正在这边 左边右边做非常美的壁橱给你的太太 还可以在这边有一个你太太的梳妆台哦 而且我跟你讲 这间房款他的厕所 真的很无敌 你看他的厕所呢 洗手台呢 左边这边一个都是有牌子的 多多牌的 然后呢 右边也是有洗手台 双洗手台旁边的这个台面非常的大 都不用再做不了的 然后这个浴缸有了 左边这个玻璃门呢 是领域间 右边 我很少看到有 有马桶啊 是被这个玻璃门包起来的 所以哦 如果你有这个强迫症的朋友 我们这个房款 哎分到刚刚好的感觉 你一定喜欢 然后走出来这边 衣帽间走出来 你看 不足他之前的概念哦 在这边做了一个TV console 他应该是想要在这边可能放个沙发 或者沙发床 可以跟太太在这边看电视机看电影 然后呢 走过来这边呢 是卧室的空间 哇哦 有没有觉得主人房这么这样大的 听姐 这么多空间 没有错 这个主人房好像我们的那种Bangalot 这么大的主人房 很大的空间 你要摆几张双人床挤进来都可以 而且呢主人房有一个非常大的无敌美景 你看 哇 平时起来 在这边看出去的感觉超好的 傍晚在这边哦 看日落 哎 看得到吗 我们向南的方向 日落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 OK 这一间就是在我们Nusa Central 非常非常漂亮的三层楼半独立 然后土地面积呢它是40x80的 这一间屋子哦 6个房间 7个厕所 这一边呢 它是半独立 然后也是属于Individual Title 所以 你是想要继续改建扩建的朋友 这边绝对没有问题 它也是属于永久地气 保安威力呢 每个月是162块钱 哎 不会很贵哦 然后呢 这边也非常新 我们这一间是全新二手单位 屋龄大概是在三年左右而已的哈 然后这一间一看就知道啦 Unblock View 非常好听 放车子 傍晚小朋友放学回来 直接去对面公园玩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什么 刚我讲的 走路你就可以 三四分钟到你家外面的商店街 买东西 买菜吃东西 修车全部诊所啊等等都在外面 如果你要去第二通道工作啊 往去新加坡的朋友这一边哦 去第二通道大概是一个13到15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我们的DWAS的Custom了 卖价是多少钱呢 这么大间要200多万吗 不需要哦 我们这一间三层楼半独立 卖价是198万 不到200万就可以买到这么美的房子 有兴趣的朋友 绝对要快快打来麦哥廷姐好介绍 跟我们预约来看房 或者你跟廷姐拿这个小区的location 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了 记得离开的时候帮我点赞关注麦哥廷姐好介绍 帮我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如果你是屋主 你有屋子店面工厂地皮 也想要找人帮你出租出售的话 也可以联系麦哥廷姐好介绍哦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